台股達倫秀 觀眾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倫秀 讓我們熟知疫情變達人 我是尤庭浩 歡迎今天的語談來賓 藍丹耀 藍老師在我們現場 好好好 所有的觀眾好朋友們大家好 好 最近我又重新看了 這個周星馳的九品芝麻關 裡面有一幕嘛 這個方唐靖 我又跳過去了 我又跳回來了 台北股市現在的整個盤整區間 其實也很像 雖然看似在一個短期的反彈格局 但是整個同步的壓力 它的烏雲籠罩的一個陰脈還是相當的大 而且在與此同時 道瓊居然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美國股市和台北股市的脫節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幾乎從今年年中開始 台北股市見頂之後 美股跟台股 就有一點脫節的一個力量在 不過這個時候我反倒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中小型的電子股 雖然台北股市目前 上方的半年線和季線的壓力仍然很大 但這些中小型的電子股 本身來看是佔上了所有均線 而且外資也在這個時機點 順便上調了它的目標價 所以這值得我們特別來做一些留意 沒錯我們講的就是最近載版ABF的一個問題 最近景碩南電新興的外資價 外資的目標價持續的調高當中 我們今天就請藍老師來幫我們分析 如果現在這個時機點 我們就稍微先把全子股擺個旁邊 畢竟成交量很小 你覺得它可以拉多少 但是如果我們把焦點拉到這種強勢的電子股 從整個加權指數的一個表現來看 從外資評價 從頭線的評價 到目前融資與而散闊的樂觀情緒 台北股市如果現在要做操作 如果我在一個反彈格局 我要看多的話 我的資金量要怎麼預估 我對於大盤中長期的想像 為何呢 其實坦白講呢 從這張圖裡面 你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的 就從版面來看的話 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奇怪 怎麼說呢 在2017年的時候我們的這個外資 它只有台股的部分其實是3.01兆 它只有台股的部位是非常的大 但到了今年10月份的時候 這3兆幾乎一半不見了 只剩下1.68兆 那其實這個地方 當然在這近幾年 它的外資的部分 稍微賣的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到太恐慌 因為不用到太恐慌的原因是 它賣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主要是因為在中國大陸對岸的這個權重 被調高了嘛 所以在台灣的權重被調低了 所以其實南韓被賣的比台灣還要賴得更多 這樣我突然想到 那外資其實也不是很聰明 你看中國大陸股市 港股摔得這麼重 台北股市從2017年以來 也是不斷地走高 創歷史新高對不對 所以外資終於做錯一次了 這個我們很開心 不過我覺得有趣的一方面 是內資的投信正在擴大 但是同時 散戶的融資余額也在激增當中 所以 沒有錯 從中長期格局來看 我能不能說 這是一種相對高級級的表現 是被視為散戶過度樂觀的一個現況 沒有錯 所以在這個地方 其實坦白講 就從好面來看的話 真的是比較混亂 並且你看我們現在的大牌 將降1萬8了 對 如果到1萬8的話 其實距離天花板2萬點 真的空間不是太大 那如果說其實在近期稍微有的 這個大牌的架構稍微有一點轉落 甚至於是轉空的一個現象 那其實 當然在這個禮拜 大牌有 它稍微有一個這個反彈的這個現象 但是我覺得 先不要看2萬點好了 如果能夠到1萬8的話 真的就還蠻不錯的 但是如果到1萬8的話 你從這個籌碼架構去看的話 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我的建議 會是就是 接近1萬8應該是要做一個 減碼降檔的這個狀況 會來的比較好 那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做的話 當然是選擇一些 這些比較中小型的個股 像我們剛剛浩浩所說的 如果它能夠站上 所有的均線之上的話 其實代表的這一些的股票 它是比大朋友來的更強 也就是它背後 應該是有原因跟理由的 對這樣會來的比較安全一點 不過我們這樣子看的話 的確喔 如果從市場上關注最多的強勢股 目前是以ABF載板 整體的交易量快速的放大當中 其實我們從過去的經驗 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一檔個股的成交量 在快速的萎縮當中 那麼股價的一個波動性 其實就會降低 能夠賺到的一個波段利差 相對就會來的小 最近ABF載板在當時五月份的一個大幅上漲之後 近期 這一次市場上最擔憂的一件事情是 有沒有可能 ABF面對到五月份當時面板股的情形 當時大量的資金涌入到面板股 推高了面板股有達全創的股價 可是怎麼樣 隨即而來的 就是面板股產業周期的翻轉點 所以市場在猜 你看PC現在已經見頂了嘛對不對 對 面板現在也已經見頂了嘛 那雖然你從晶片來看的話 包括成熟製程和先進製程 還在一個產能緊繃的一個狀態 但是有沒有可能 載板方面 有沒有可能會有一點見頂的跡象 我們要怎麼觀察 近期外資對於ABF載板 調升的目標價 其實坦白講呢 那我覺得 就載板的這個地方呢 跟面板可能會不太有 因為面板要進入的這個門檻是很低的 特別是當大陸 其實它隨隨便便任何的廠商 幾乎都能夠進來做面板 所以當這個對岸的產能全開的時候 我們面板一定是掛 但是載板的這個進入的門檻就來的比較高了 並且未來的這個需求是蠻好的 因為過往我們在做的板子叫PCB嘛 但是一個PCB在過往的時候 只能夠放一個晶片 但是現在 就是現在的PCB它會放非常多的載板 而每一個載板它都可以放一個晶片 那也就是說未來的載板的需求量會非常的大 甚至到了未來如果是走電動車的這個部分的話 有可能它連PCB都不要了 直接放載板在這個電動車的裡面 所以我覺得就載板的需求 跟進入的門檻這兩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太容易被一些 像對岸或者是一些比較 才剛進入的這個企業給取代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灣在載板的這個部分 台灣是非常具備競爭力的 因為台灣它現在依舊是全球最大的載板的供應股 對 也就是說目前如果具有技術壟斷的話 即使產能稍微來到一個週期的高點 股價稍微下修 都是一個不錯中長期的買點 是這樣的意思嗎 沒錯 不過我們這樣看 ABF三雄裡面有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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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檔股票 有沒有它各自主攻的一個方向 尤其我們在對於整個ABF載板 股價上的一個推移的時候 有沒有哪一檔股票 是我們認為其中最好的指標股 好的 這三檔個股呢 如果你要做這個載板的股票 這三檔個股你一定要知道 對不對 那這三檔個股 其實在近期的這個架構跟走的方式 都很接近 但是你把它給拆開來 更細部來看的話 其實它還是不太一樣 這三檔個股裡面的股本最大 當然就是3037的星星 但是上半年賺最多的是8016的南電 但是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看上半年這個星星跟景碩的部分 他賺的錢是差不多的 都兩塊都不到三塊 但是星星才一百多塊錢 但是景碩的部分 比星星多了一百塊錢 大概到了兩百五這邊 就蠻特殊的 怎麼會上半年賺的是差不多 但是它的價格卻差了一百塊錢 因為其實就全年的預估來看的話 3189的景碩的部分 其實他賺了將近要七塊錢 今年估啦 就是賺了將近要七塊錢 比星星要來的好很多 所以你如果就上半年的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你可能會看不出一個所以欄來 反倒是股本小的賺最多耶 沒錯 反而是星星是賺最少的 不過我們從現行 來看的話 似乎這三檔 雖然現在是收在所有均線之上 我們常講說 跌時重值 漲時要重視嘛 既然現在在訪談 那我們當然找這種強勢股 不過選擇這三檔股票 我們能不能從籌碼上 來做一些觀察和演變 以此來了解 這一檔股票目前 如果散戶永入數太多的話 可能大會會先提前落跑喔 是的 好那我們先看這一檔個股 我3037的星星嘛 星星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就整個市場來看的話 其實非常的熱鬧 因為我們的這個非常可愛的外資呢 他把3037的星星的目標價 調到非常的高 最低的目標價是190 而最高的這個目標價的部分 他調到了500塊錢 500塊 現在100多塊 然後調到500塊 調到500塊 所以就是跟我們剛剛在這個 就在美錄的時候 好好所說的 如果打個八折的話 我先問一下藍老師 你的外資的目標價到底能不能忍心 我覺得完全不可信 完全不可信 就參考用的 對對對 那如果我要打折的話 打幾折 是比較符合我中長期的目標 因為外資通常目標價是12個月 一年期來做越多 那大概打幾折 500塊 打幾折 打到多少塊 你認為是符合他的中長期價位 因為其實這個很難去判 去判斷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剛剛有說了 在星星的部分 有的人調到190 有的人調到了500塊 其實他在目標價的部分 本來就很不同一了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打幾折 基本上就是應該是打7折來起跳 會來的比較合理一點 OK 大概350塊左右 350就已經很緊繃了 他現在才150而已 如果說他漲到350 那也是有 漲那麼多還能再翻一倍嗎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不太大 因為怎麼說呢 其實你看這一檔個股 3037的星星 你說在上個禮拜 他把他的目標價給調得非常高 對不對 對 但是上個禮拜的外資 他沒有買這檔股票 欸 他不僅僅是沒有買 他還在賣這檔股票 怎麼做觀察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在外資的這部分 其實我們剛 我們在過往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股票 他們都是心口不一 就是一邊調高他的目標價 一邊在賣股票 或者是另一邊的手法就是 可能其他的股票 他調低他的目標價 但他在買股票 那我覺得這樣的目標價 真的就是參考用的 不過我們看底下這個是 大戶的持股比例 對超過800張的人 很有趣 對於外資在上禮拜 調高目標價之後 結果大戶的股票的持有比例 居然在下滑 一直在賣啊 欸 這很奇怪的一個跡象 就蠻特殊的 就是他一邊 我們的法人在看好他 但是我們持股超過800張 可能是大股東 或是自己人的這個部分 他可能對於他自己的真實狀況 更清楚的這一些人 他反而是在賣股票 那從短期角度 我是要警惕一下嗎 我覺得這三檔的個股 你不見得要去做這一檔股票 會有更好的個股 來給你做參考 那南電可以追嗎 南電我覺得如果有拉回的話 就還稍微可以參考 因為這一檔個股 我們的這個目標價的部分 他被他一樣是被調高 他調到666 66塊錢 還蠻順的一個數字 666 但是 但你看就這個 持股超過800張的部分來看 其實在近期這幾個月 他們有買嗎 也沒有在買 反而是這檔個股 在創高的過程當中 你看近幾個月 從今年的6月份以來 反而是持股超過800張 他慢慢在賣股票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一檔個股 那你說他沒有什麼漲嗎 他在近期的時候 真的是比大盤要來得更強 完蛋了 接下來有三檔 有兩檔已經先淘汰 逃出這個短期名單之內 我們看最後一檔 謹碩這個可以買了吧 我覺得這一檔個股是我個人 是最喜歡的一檔股票 因為第一個 他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他創新高 並且就持股超過800張的 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他幾乎是沒有什麼賣 也就是這一檔個股 他對於持股超過800張的 可能是這個大股東的部分 他對於他自己的企業 都還是很看好 並且他的這個產能的部分 從這個2019的600萬 600萬顆 提升到1200萬顆 也就是他的產能多了一倍 所以他今年其實 這個下半年的部分 他的產能是可以說是全開 所以他的這個獲利部分 可以說是大爆發 那我覺得這一檔個股 他具備了基本面跟未來展望 並且從籌碼面來看的話 依舊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三檔個股裡面最漂亮 所以那我當然會覺得說 其實籌碼會決定一切 不管你基本面 再好看什麼的 我覺得那都是假的 有沒有人再買 那才是真的 所以3189的景碩部分 如果當然衝高不要去追 去追可能就是 比較有追高的這個狀況 但是如果有拉回的話 持股超過800仗 沒有轉賣的 我覺得就會是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 從籌碼面來看待 這一些大戶 這些大股東 他有沒有離開市場 沒有離開的話 任何股價的下修 其實某種程度 是讓你可以貪低 這檔股票成本價的時候 不過我想特別問一下藍老師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都不知道 目前中國在第三季 以及第四季 因為限電的政策的一個實施 是不是會影響到這一些PCB 或者APF載板的這些廠商的一個產能 而影響到他們的股價的獲利情形呢 我想問一下藍老師 尤其在面對這一種 大陸的政策上的一個變動的時候 常常整個人翻個身 突然很多台廠 產能就馬上停了 這一種狀況來看的話 對於這些台廠的股票 他是一個適合的一個買點嗎 還是說我們反倒要關注 這一種限電問題成為長期的狀態 其實坦白講 那我反而會覺得說 當對岸的這個 他有這個狀況有出現的話 反而是一個進場的非常好的機會點 因為我們在這個 栽板的部分 在對岸的產能也不過才8% 那如果說一個禮拜停工一天的話 其實對我們這商產個股的這個干擾 也不過大概3% 2%跟1%這樣子 對於這商產股票來看的話 所以其實他的干擾是非常的小 但是如果干擾股價還跌了 那就是 那就是減便宜的時候 對 並且當對岸的這個 這個有缺電的狀況 對於我們干擾那麼小的話 但是對於全球的干擾可能會是存在的 然後那載板的報價會上漲 那如果載板的報價會上漲 我們的產能又是在台灣開的話 那我們能夠賺的錢 像我這樣講 不管限不限電 基本上對於台場都是利多 都是利多 沒有錯 提供的觀眾朋友 如果各位朋友有更多的提問和想法的話 歡迎可以加入藍老師的LINE8 以及Telegram 藍老師在這邊就隨時提供給各位 最新不管是電子股 科技股 金融股等等的資訊 提供給各位在台北股市相對高基期的狀態 如何一邊可以配置好防禦性的資產 一邊又可以配置好進攻性相對具有漲勢的資產 提供給觀眾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頻道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感謝藍老師 感謝各位 謝謝好好拜拜